11月即將到來 有很多新的遊戲要上架 遊戲玩不玩了 在這個影片裡面 我們想要介紹 11月即將要上架的任君堂Switch遊戲 首先11月2號上架的是 多拉A夢 陌場物語的新作 自然王國與和樂家人 在前作上架的時候 我就超想玩的 後來我的小舅子把他的遊戲給我 可惜到現在我都還沒有時間玩 然後新作就上架了 說是新作有新的玩法 使用多拉A夢的秘密道具 來開始農場生活 喜歡多拉A夢或是農場遊戲的大家 11月2號來玩自然王國與和樂家人 11月4號在其他題台上架過的 雙人成型It Takes Two 要在Switch上面登場 這個遊戲是敘述本來要離婚的夫妻 他們經歷過的不可思議的旅程 聽說這款遊戲一定要兩個人玩 播除了可以跟就在身旁的朋友玩以外 遊戲也支援線上跟其他朋友一起玩 我很期待這款遊戲 去年2021年電子遊戲大獎最佳遊戲 不知道正式上架以後 在Switch上面會不會頓頓的 畫面不知道會不會比其他的平台模糊很多 11月4號可以玩雙人成型It Takes Two 除了It Takes Two以外 11月4號也會上架農場遊戲 收獲之星Harvest Stella 這款遊戲不僅是農場遊戲 還有戰鬥的元素 有點類似符文工廠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最近的農場療癒遊戲有點太多了 這麼多同類型的遊戲 收獲之星這款遊戲有吸引到我 它的畫風我覺得比較細膩 然後還有一點RPG的元素這樣 遊戲是Switch限定 還有試玩版可以下載 我已經下載了 還沒玩就是了 是要等到11月4號正式版再玩嗎 11月8號 音速小子未知邊境 Sonic Frontier 要在Switch上架 雖然遊戲現在官方叫做索尼克未知邊境 不過我還是比較習慣 音速小子這個稱呼 我小時候的音速小子 現在要從2D轉換成3D了 它要在充滿謎團的遺跡裡面戰鬥 有解謎 有探索 有打鬥 預告看起來超好玩的 希望到時候上架以後 可以給玩家耳目一新的感覺 我自己可能會去玩PlayStation的版本 感覺畫質跟幀數都會比較好 如果大家只有Switch的話 11月8號來玩索尼克未知邊境 11月9號之前在PlayStation平台的遊戲 師傅要在Switch上面上架 我之前就超想玩的 感覺是平面格鬥的遊戲變3D了 主角一路打鬥 如果被打爆的話 年紀就會變大 如果真的歲數老到不行 遊戲就會結束要重來玩 那種中國功夫的打擊爽快感真的很吸引我 我觀眾嗆我說 這種遊戲我應該打不過吧 大家對自己有信心嗎 11月9號要挑戰自己嗎 11月10號要上架的遊戲 這遊戲是本來在Xbox與PlayStation平台的 荒神Aragami 2 這是一款冒險令宗的遊戲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忍者 其實玩家扮演的是荒神一組最後的精英戰士 要潛行利用黑夜暗殺敵人 應該很少人玩過這款遊戲 我自己是在Xbox Game Pass這邊玩到的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如果大家沒有Xbox的話 11月10號可以在Switch上面玩到 最後11月18號上架的是寶可夢珠子 應該是很多人都期待的遊戲 開放世界的寶可夢遊戲 可以選擇不同的劇情跟寶可夢野餐 製作各種三明治 選擇自己的樣子 做上自己的座題 在新的帕迪亞地區冒險 發現新的寶可夢 真的是新的NPC 還可以跟好友一起連線玩 大家會買寶可夢珠子的版本呢? 還是寶可夢子的版本呢? 11月18號寶可夢珠子要上架Switch 以上介紹了11月Switch會上架的遊戲 不知道大家對哪一款遊戲有興趣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也感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下期望 ng